這加點不是重點 所有的水 科技不很重要 第一個 水是有兩個重點 水它具有一個很好的溶解性 它可以把很多東西給溶解掉 第二個是 所有的物質交融解到水裡面之後 它會開始擴散 知道嗎 什麼是擴散 什麼是擴散 就是 那個重點等一下 什麼是擴散 舉個例子 不知道是舉例子 你看過課本的內容 你可以想一下 什麼會擴散 什麼 黑糖 黑糖怎麼樣 它是在講話 你不要讓它講 水會變甜 我們把一杯水裡面 加入一些糖倒進去之後呢 糖果然就在這位置 不然這糖會散開 會擴散開 可是重要的 我在地上放一些糖 那這糖會不會擴散 不會 會擴散 這水差很多 有水就是糖 糖就會 糖分子會開始移動 這叫擴散 非常好 那我們別擴散的例子 冰塊 冰塊怎麼樣 變冰 不是吧 那邊水吧 水邊比較麻油 水邊比較麻油 OK 它的意思說 冰塊放在水裡面融化 它化了開 變到水裡面 它的溫度傳遞到其他地方 通常來講我們不叫這叫擴散 因為你看不出來它的冰環 因為冰塊也是很像是融化 而且它是能量的傳遞 它是冰比較低的能量 水的能量比較高 所以水的能量被冰吸走了 被冰吸走了 被冰吸走之後 水的能量 整體的能量 就變成降溫 所以你覺得兩兩種 這樣就擴散 擴散通常指的是 分子之間的移動 懂的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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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嗎 不懂 哪裡不懂 好 我們通常指的是 這是水 水 水 水是像是很多小分子 對啊 水是很多小分子構成的 這樣子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可以 可以接受 我不知道你們國中在那個階段 還沒有學到分子的結構 但是理論上你們在 從國小以來的嘗試裡面 有知道有分子的東西嗎 對啊 分子 分子 不知道有沒有 好 我們把這個物質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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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最小的單位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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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成一个不容易被分解的东西 就叫分子 这样问题 到目前为止应该没问题 分子分解的东西 没有 我现在是在解释他的问题 分子是没吃啊 我要先解释分子而已 差准而已 OK 停 不要再扯到别的地方去买 等一下好 我等下要让你讲 分子这东西就是很多个原子 或者是一个或两个原子 组合成一个很坚固的一个组织 这个程度呢不容易被分解掉 因为它是水 水呢它是由一个氧跟两个氢的结合 所以它是三个原子构成的一个分子 三个原子构成一个分子 就是水分子 所以在一杯水柠檬看到看起来臭度的 一球都出 是不是把他 是不是 你要去吐为什么 一跳 二 kop 好 同学 你笑得这么开心 他没有讲你懂吗 有吧 你如果没有很懂 你应该笑他 对? 对不对 他至少他 很有勇氣把他的課程講出來之後 你如果覺得你已經很懂 企業沒有什麼好笑 別人不懂 並不是好笑的事情 我並不會因為上課的時候 同學不懂 我就笑你 會不會笑你 沒有 你們在講再多的 不懂的東西 或者甚至在右側的東西 我也不會笑你 OK 所以不需要去嘲笑別人不懂 這沒什麼 而且這不算犯錯 都沒有犯錯 好不好 所以我們看到水分子 水分子是由三個原子所構成的 這東西上面是誰裡面 在杯裡面的常態之下 它是液態 那如果溫度在我們下降的時候 它會固定在一起 就變固定了 被固定在一起就是固態 像木頭 像塑膠 像紙 都是有很多分子 因為固定在一起的 它不會動的 就在固態 所以只要你看到那種說 只有移動的分子 都是什麼 都是液態分業 就是 它就是會流動的 會流動的東西 會流動的 對 也很容易自己講 所以發生不一樣的 對 它會流動的東西 通常就是說它是液態不液態 但是你也會流動 人會流動嗎 什麼樣流動 你會流動 大家把它解釋完了 那你在水裡面會有水沖嗎 那不叫流動啊 那不叫流動啊 流動是說你的根子會自由移動 喔 公主的 他知道有差別 你的身流的根子跟水一樣 會不會很噁心 其實我覺得百平常是ok的 就是說它去把他的問題問出來 問出來 因為我們對流動這件事情 並不上去 在文學上有常常講 你看人潮的流動 有沒有大家聽過 有啊 有嗎 那是不是流動 對啊 可是那是不是物理或化學上的流動 不是啦 不是嘛 不一樣 車子在流動 是不是我們講的這個 所謂的物理學上或化學上的流動 不一樣啊 不一樣 我們講的 流動則是一個分子的結構 它可以自由移動的情況之下 它比較流動 那還有東西可以自由移動的 什麼比較一體的 比較 比較異體 對 什麼呢 因為自由移動叫什麼 系統 系統 我們講分子 系統 系統是很大的 系統大很多 我們現在只有講的是原子分的結構 很小的東西 代理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的自由移動 但是不是 水 水就是一體 氣態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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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物體 白色的物體 白色的物 物狀的東西 白色的物狀那會不會叫物體 那你叫物 這樣會不會叫物體 對對對 當他先幫他講 然後勒 那物是什麼 物就是水蒸氣 對 那是水蒸氣 事實上那是水滴 小水滴 那是物體的小水滴 然後勒 沒有 然後 沒有 然後 其實當他變成小水滴的時候 他很容易變得不見了 你看到他 我們在 水在煮的時候 假設這是一個水滴 這是無罪 煮泡麵 發脾 哈哈哈哈 好 我在煮的時候都噴出來嗎 你們仔細看喔 他噴的時候 他這邊會有段透明 再往前是白白的霧狀 再往前都不見了 是不是 對啊 我們一下 有 我們一下 下次煮水的時候仔細看一下 這個白白的霧 不會在水面上才會出現喔 那白白的霧會在水面上一點點 才開始上一個霧狀 那些霧在往上飄 你會看到一直像霧一樣 往天空飄 是嗎 不會 不見了 是不是就不見了 現在有印象了嗎 今天中午要煮飯 對不對 今天中午煮飯 就慢慢看一下 慢慢看一下 煮水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樣子 好 講一下喔 一開始這邊呢 這是水滴氣 我問一下水氣 它就是水的氣體 所以看不見了 就跟我們現在看到空氣一樣 看得見嗎 看不見 看不見空氣喔 你一碰到低溫之後 它就凝結成水滴 所以水滴有看見 因為水滴是比較大的顆粒 所以看到它是液態的水滴 那液態水滴要往前走的時候 它就擴散 就蒸發了 什麼叫蒸發呢 蒸發就從液態變成氣態 會比較蒸發 變成氣態 那所以氣態可不可以只有營動 氣態可不可以只有營動 不行嗎 不行 因為風已經改到了 那已經自由移動了 我給妳講風 風也不是啊 也這樣自由移動了 像人被吹的風 好有沒有知道 我們現在不講人 我們講分子 吹的分子 是氣態的分子 它是自有移動 液態分子也是自有移動 那液態跟氣態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氣體的力跟液體 對 那什麼是氣體 什麼是液體 液體 有區別 嘟嘟 氣體的力跟液體 它會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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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們在跟東話講 什麼樣會凝固 什麼樣會凝固 怎麼樣會這樣到 都是這樣 你看 冰塊的水是固體 對不對 冰塊的水 遇到熱它變成液體 液體再遇到熱它變成氣體 對 氣體再遇到冷的那邊 液體 液體再遇到更冷的那邊 液體 它是一個循環 那我們知道 液體跟液體的差別了吧 液體跟液體的差別是在一個 分子被固定在一起 不會動 所以就像水管 它放到冷凍 對對對 它被能量被拿走 它分子跟分子就卡在一起 卡在一起 變一些很堅固的結構上會移動 物體 當它得到能量 它開始鬆解 它是可以自有移動的動物 就是液體 它又得到能量 它變成氣體 它從液體也會自有移動 氣體也會自有移動 液體跟氣體哪裡不一樣 一個看得到 一個看不到 看得到 看不到 氣體看得到 氣體 氣體是 氣體如果你有方法還是這樣 所以氣體是霧嗎 不是霧啊 現在眼睛看不到 像空氣一樣 就是我們把空氣的分子 打到臉上 你有感覺到被打到嗎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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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氣泡 液體也看不到 就是 像是氣泡 是讓我們看不到 只是因為我們 沒有能力看到 但是它是像主在 是一個 是一個不到密集 還是一個不密集 對對對 密集跟不密集怎麼區列 一個陀密集 一個陀不密集 會流動的比較密集 那兩個都會流動 你知道嗎 對啊 我們可以有辦法界定它 密集跟不密集怎麼界定它 有辦法 一個比較大伙 有辦法 一個比較大伙 一個比較大伙 可以這麼大伙 所以就議題是一個比較大伙 對不對 其實動畫講到很接近 它有一種感覺 對沒有錯 簡單來講 氣體就是 分子是單純存在的 分子不會跟分子綁在一起 分子跟分子綁是分開的 懂的意思嗎 好 氣體分子的議題是說 當我一杯水 好 我加熱的時候 你仔細聽很好 你怎麼聽人家 它奇奇怪怪的話呢 呵呵 它那個氣體分子在議題的時候呢 它每個分子跟每個分子精 還是共在一起的 所以它只自由移動 它撞來撞去自由移動 但是都旁邊一定有朋友 它旁邊一定黏在一起 對 可是當它表面上的氣體 得到成這樣 跑出去的時候 這個分子自由移動 在空間中自由移動的時候 這個分子旁邊有沒有水分子 沒有 就沒有了 它變固單一個 它是一個 它可以自由移動 為什麼旁邊沒有 它旁邊沒有任何的水分子綁住它 沒有任何一個分子綁住它 它是自由移動的 而且這是一個 就是氣體 液體呢 是在很多的水分子旁邊游動 自由的移動 像海 對 像海 液體就是這樣子 任何的液體都是 它就是很多分子黏在一起 它雖然可以自由移動 它一直是黏在一起的 就是液體 當它得到人家 跑出去的時候 特別分子的時候 它就是氣體 這樣懂嗎 OK 所以你知道 擴散是在液體當中 因為水分子自由移動的時候 自由碰撞的時候 就把這個分子 碰碰碰 一撞出來 你看喔 假設我這邊 我這邊這個白色的是糖分子 我這個藍色的是水分子 我們講水分子會在水分子自由移動 所以它撞擊它的時候會彈開 彈開的時候就像打撞球一樣 那打到糖分子 糖分子就是怎麼樣 破散 就被打散了 所以糖分子就跟著它開始移動 糖分子從我們眼睛看得見糖 到溶解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顆的糖嗎 就看得出來了嗎 糖就被分解到水分去了 糖被分解到水分去了 它就是掛開 可是我們看到像錯誤的一樣 它就掛開了 掛開不了它不在 它只是變成一個一個分子的方式存在 它存在水分裡面 所以這糖分子被分開了之後 它就在水分自由移動 怎麼樣只有一動呢 它隨著水之間的移動 它撞來撞去就跟著糖分去了 它就融解 而且比較擴散 懂我意思嗎 好 好的 在氣體當中有什麼擴散現象 氣體會不會擴散 會啊 想當的也會 它被分放來放去就擴散了 怎麼樣 非常好 毒氣 夾特在放著毒氣 我們這麼遠的距離 走啊 我們還是會飄過來 這樣有毒的氣體 有毒的氣體 你別說凱丁再放個屁 沒多久就知道了 對不對 這就擴散 懂嗎 這就擴散 所以就是擴散 因為呢 有個小姐走過去 都聞到香水的味道 它香水擴散出來 小姐 什麼 對啊 對啊 我平常是一腰尺 就只要用你去擴散 OK 所以這就擴散好 擴散就是這個現象 因為它會從 在水流自由移動 自由移動的方式 把那個褲子做運輸 它就是自由運輸 那運輸的過程呢 我們就可以像我們講說 我們是 身體 我們吃進去的東西 在位置消化了 消化完之後 它的養生會隨著血管 會隨著血管 送到全身去 送到全身去之後呢 然後呢 這個細胞 細胞 它那個血液裡面的養分 就會擴散 但是擴散很特別是 這邊有信用不明的 我們如果血管呢 他們臉不然也有危險 在血管 然後 然後 這個細胞 所以其實血液會擴散 你會把問題再完全 什麼血會擴散 擴散 擴散 什麼意思 血在身體裡 會不會很容易 所以是血管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它的意思是說 血會不會破 你知道嗎 血會不會破 什麼叫做血 就是 血會不會跟水一樣會破 那我們剛剛解釋是擴散 你認為擴散會在什麼地方發生 擴散那件事情 會在什麼地方發生 什麼水以外的 固體 水 不是 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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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體會不會擴散 有可能會 不會 只會在這邊灑一堆湯 沒多久 因為它在水裡面 蛤 沒有在水裡面 你剛剛不是在固體裡面 對啊 固體 固體 固體是水啊 水是固體啊 為什麼 快點要說 固體在固體裡面 固體在固體裡面 對 前提要看到它會融化 沒有 前提要看到它會融化 不是 蛤 什麼 我還是會啦 等一下 前提是要看 我沒有把石頭丟到水裡面 他說 可以 我就把它融化 我說不一定 什麼 什麼東西 我現在怎麼知道 你們在講什麼 就是 因為 水一般的那種 水 然後把糖稻 放進去 OK 好 前提是融化 前提是融化 我如果放那是一杯水 我丟了石頭 會不會融化 不會 我如果是一杯鹽砖 我丟了石頭 油盆會融化 好 我如果是一杯 我如果是一杯 油 我加了糖 會不會融化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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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買一杯 油 事實上就是看 你們到高中 高中的時候 就會學到 事實上 我們跟它分子的極性 會不會融解跟它極性有關係 不是所有的液體 都會融解所有的物體 不是的 你們有這個經驗 隨著一棒石頭會不會融化 不會 好 所以你們知道 有些液體不能融解東西 但只要它們都會被融解了 它會不會破散 有可能 有可能 不會 只要融解 就會破散 會破散 對不對 只要它們會融解了 融化跟融解不一樣 融化 融化是什麼 融化是從故 大族融化 對 從故體邊液體過小的融化 融解是說它在隨便分解 它分解 分解 好 所以呢 我們的血管經過這個 細胞的旁邊 請你出去 出去 三分鐘再回來 你看 這個血管經過細胞的旁邊的時候呢 它怎麼樣 它會破散嗎 不會破散 不會破散 因為它有這個融化 所以這個融化就很特別 我們講破散呢 基本上它是用杯水 假設我先把糖倒進來 這杯水就糖分來講話 哪邊的糖分的濃度比較高 濃度到意思嗎 對不對 濃度簡單來講就是 哪邊比較濃 比較濃 是不是因為那邊比較濃 對啊 比較濃 它開始擴張過往哪邊擴散 往濃度滴的地方 往濃度滴的地方擴散 合不合理 東浩 你沒在思考 所以開始陷入快分泌的狀態 你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OK 我說什麼 濃度滴會破散嗎 那你是聽錯的 我是這樣講的嗎 我是這樣講的嗎 你是說 阿歐他不會破散 我說他怎麼破散 然後 重於是說 他會往濃度的地方破散 好 給你剛剛的回答是什麼 你剛剛回答是什麼 濃度一定會破散 你剛剛回答說 我預計的會破散 會破散 會破 是這樣子嗎 不死 好不死這樣子 沒有關係 我上次跟你講了 不要再上次激發 我不要不理他好不好可以 我跟你講 其實有的說法 就是說 我們不要隨便放棄一個孩子 沒關係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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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瑞 你自己要照你自己的動作 你不能專心 你要想辦法讓你自己專心 而不是讓自己根本心 每個都一樣 那個動作也是一樣 你會容易睡著 再想辦法讓你自己睡著 喝咖啡 不管用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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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那個動作 它慢慢的分子會被撞到 它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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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對啊 什麼時候會不再有破散 不再有破散的現象 被裝滿 什麼裝滿 那個 容器 容器會被裝滿 什麼被裝滿 什麼被裝滿 你剛剛講完嘛 破散不良 什麼就是破散不良 所以我一直倒糖 一直倒到糖 不太重 你知道嗎 等它沈墊 沈墊 沈墊 我們現在就是糖會溶解 所以它不斷溶解 慢慢溶解 它可能需要一個沈床的時間 所以它溶解到一個程度之後 當所有糖都變成糖分子 在水面自己有移動的時候 我們會說有個時間開始之後 基本上它就不會再過散 什麼時候會再不再過散 過散的現象知道嗎 太同了 過散是什麼現象 來 我們把重複一下剛剛的討論過了 真誠 什麼是擴散 用你的方法說一下 什麼是擴散 看看 幹嘛從來要救人 好嗎 好嗎 簡單一點 然後慢慢散開 那散開來散開 什麼程度它不會再散開來 不見就不會再散開來嗎 就是 就是 倒進去的那個東西 被分散了 什麼都分散了 什麼都分散了 就是因為我想倒在裡面 然後 一開始的那個糖 擴散到沒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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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沒東西 已經沒有多餘地方 給它溶解了 沒有多餘的地方 給它溶解了 沒有多餘的地方 給它溶解 就是已經 沒有很多了 太多了 擴散到散杯 擴散到散杯都有糖 而且 有的重點是 而且 我們剛剛講過散 從濃度高到的估計 對不對 而且 濃度相當的時候 均勻的時候 它就不會再擴散了 對不對 事實上在均勻的時候 你在擴散沒有感覺 它那個糖分子跑這邊來 感覺這個濃度高了 它從今天有個糖分子跑過去啊 所以它跑來跑去 我們整個來看的時候 會覺得說 整杯水的濃度大致上相同 它就沒有在擴散了 事實上也不在擴散 沒有 糖還會跑來跑去 沒有 糖還會跑來跑去 但是我們不叫擴散 因為整杯糖水的濃度 大致上相同 懂的意思嗎 懂的意思嗎 懂 所以擴散的意思是什麼 懂嗎 擴散的意思是什麼 擴散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在講這東西 我為什麼一直問 其實我要你們去思考 你會不會解釋它 我曾經在作業上 在寫一個題目 然後有同學不會做 他就跑去問你 別老師 別老師看他說 這個不簡單 問題查一下 他就有定義啊 OK 這沒有問題 課本上也有定義 操一操就好 可是請問操完會不會嗎 不會 被解 我們現在解釋的這麼多遍 你都不見得能夠解釋 事實上有出的東西嘛 盡可能不要去操 有些同學 你們去問別人 誒 這怎麼寫 課本第一節就有了 你把那段操音就對了 操音就對了嗎 怎麼對 重點不再操進去 重點是什麼 Learning 學習 你要understand 你要懂它 你要懂它 Learning是個過程 結果是你要懂 你要用自己的話寫一遍 才叫做懂 你用別人的話寫 你甚至把我現在都講的東西 趕快記下來 上課後 趕快抄下來 那是懂的嗎 懂 那不見得懂 你見得懂 所以前提是 為什麼你太喜歡你們上課寫會不會是 你們上課寫會說直抄 可是你沒有理解 沒有時間去理解 我現在是理解完之後 趕快寫 所以現在你解釋 適合去理解它 然後下課之後 中文時間啊 少年看影片的時間 趕快寫多一點 記住最清楚 好不好 好 所以過在理解了嗎 過程才能理解 理解了 好 這有個狀況喔 有個狀況喔 假設 假設 我在這個學裡面 我放了一層膜 膜 膜就是像玻璃子 這種膜 塑膠袋是這種膜 膜 懂的意思嗎 膜 膜懂的意思嗎 懂啊 懂喔 因為他問那個問題 他問他 你懂的沒有重要 他會去剪頭才知道 他懂啊 好 想想 等一下他用屁啊 你知道嗎 剪到一頭 然後你那邊 越來越 越來越猥褻 馬尼 剛剛都把你頭砍掉 砍掉 超噁